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什么毛病呢? 在说这个问题前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饥饿 饥饿其实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稳太饥饿 一种叫做享乐饥饿 稳太饥饿很好理解 就是实际意义上的饿 胃里没有东西会收缩 如果此时还不吃东西呢 就会引发轻微的头晕 发抖 以及血糖降低等症状 这种饥饿 代表着人体对能量和食物的渴望 而身体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饥饿 也就是享乐饥饿 是在不需要吃饭的时候呢 因为本能对于美食和味觉刺激的渴望 而带来的危机恶 这种危机恶 代表着人体对快乐和满足感的渴望 德国专家托比亚斯·厚赫表示 这种消遣性的行为呢 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而且长期的享乐饥饿 是造成踢重 过重 以及肥胖症流行的重要因素 威胁着身体健康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出现享乐性饥饿呢 目前作为接触的理论是 人类对美味食物的穷效性 由于现在生活水平好了 人们随时随刻 甚至碎地都能获得食物 于是啊 这种人们对食物的需求 不仅仅是满足温饱 享乐成了更多人的基本动机 由于吃得美味的食物越多 大脑呢 就会更加期待他们 可以说 这种进食完全不是为了填饱肚子了 而是为了愉悦精神 如果说的更通俗易懂一点呢 就是 残 而残在生理上就是身体真的很需要多巴胺 多巴胺是一种神经地质 能够影响人的情绪和感觉 多巴胺的分泌和吃饭睡觉 以及黑羞等都有关系 如果人体内的多巴胺 多巴胺度过低 就可能会引起抑郁症 肥胖 以及疲劳总和症等等 甚至还可能导致 聚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等等 而如果多巴胺度提高呢 就会让人有愉快的享受和感受 由于长期睡眠不足 压力三大 缺乏运动等等原因 人的身体呢 就会自发的 想办法来提高多巴胺的分泌 于是吃东西就是最方便快捷的方法 除了没事总想吃点东西以外呢 生活中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叫做吃得挺不下来 比如说测测一点瓜子 就会一口气的吃光 一旦吃了一片的薯片 就会控制不住的往嘴巴里填 第二片 第三片 实际上啊 并不饿 只是纯粹的吃得挺不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也是一种享乐性饥饿 研究发现啊 当人们在不断的吃零食的时候呢 大脑奖赏系统的关键部分 被强烈的激活 并发生一宗奖赏信号 此外 原本能够根据食物摄影量 敲剪 尽是欲望的棕树宝贺杆 回路呢 变得不敏感了 导致摄影的热量 超过实际的能量需求 自所以会吃的 停不下来 使激活享乐性 奖赏回路 与顿化饱和感 自我平衡回路呢 的共同结果 在重复的进行吃零食的时候啊 参与者的行为 比方说 嗑瓜子和结果 尺导瓜子之间的时间跨度短 也就是说 努力得到的反馈及时 使得参与者更容易减理起行为 努力 反馈之间的因果联系 心理上就很容易得到满足 激励着你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 那么 如何控制享乐性饥饿呢 第一 转移注意力 根据心理学教授表示啊 人们通常只在饥饿感很强 和没有替他关注点的时候 才感觉到饥饿 如果啊 你觉得自己整天翻来覆去 就想着吃 那就赶紧给自己找个爱好 转移一下注意力吧 第二 不要想着食物有多好吃 根据科学研究表明啊 对于食物的想象 在食欲的生成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就像夏天 你总想 会想酸奶冰冰的很舒服 酸酸甜甜的味道 然后呢 越想越馋 第三 享受健康饮食 认为健康饮食啊 就是瓜丹无味的修行者饮食 这绝对是误区 此事实上 会吃的人 非泡率更低 吃饭啊 跟穿衣打扮是一样的 讲层次 讲搭配 有些食物 适合天天吃 大量吃 有些时候呢 适合偶尔尝一尝 偶尔品尝一下就可以啊 第四 学会给自己 疏解压力 当人面临压力的时候呢 同样会出现 皮脂唇 飞泌变高的情况 这种状态下 人会普遍别的 像吃东西 无法控制食欲 所以呢 对于大家来说啊 保持健康的着息 和压力状态 很重要 朋友们 听了以上的介绍 你感觉怎么样呢 不妨在视频的留言区 留言 与大家 共享 你的生活体验 好 我们今天的知识分享 就到这 谢谢你的陪伴和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